用什么心呢 用菩提心 用真诚 亲近平等 正确慈悲 你要用 用菩萨心 菩萨心是什么呢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念佛 只要你真正能够 一则二十个词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与这个二十个词都相应 那我们真的是 同参道友 不一定在一起 不一定住在一起 不一定生活在一起 你们 过过都会成就 有真实的成就 如果这二十个词 做不到 天天跟在我身边 不能成就 这要懂啊 要清楚 要明了 我们的方向目标 不能做错 机缘 非常难得 这是经论上常讲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生最可贵 就是闻佛法 闻了你能够理解 截了你能够实现 你能够落实 把经典里面的道理 变成自己的思想 见解 经典里面的教诲 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 你是真的在修佛 祝福都赞叹你 龙天善神都保佑你 这会使我们感到 很大的行为 所以 信 约 信 这个是 往生西方净土 三个条件 那么此地讲的 运行功德 当然包括信 要没有信 你哪里的运 你哪里会有信呢 我们要信 弥陀之信 我们要运 弥陀之运 把经上讲的四十八月 变成我自己的愿望 行 弥陀之信 行弥陀之信 幸运行有了功夫了 功夫得烈了 就叫做功德 黄老 黄老 后面几句话是 免礼我们 这个是 往生净土的 鬼犯 鬼是鬼道 犯是母犯 若真知求生 求往生 你是真的 有之求往生 这当一之 你不以这个 你求往生 那是随便说说 不是真的 幽如民间 事事对照 似于累积 这几句话 很重要 劲是劲子 今天就像劲子一样 天天读 就是天天照 每一对变 要好好想一想 经上所讲的 我做到了没有 经上所讲的一些故事 我有没有犯 拿着经典 天天对照自己的 起心动念 隐喻造作 依照经教的标准 改过自信 这叫真说服 你是研究里头的经文 这一句怎么讲法 古来的时候 哪个大德怎么讲法 那个大德又怎么讲法 比起来哪一种好 那叫做搞佛书 那不是说服 与自己提升境界 毫不相关 错了 舍佛才能成佛 搞佛学 依旧是凡夫 成不了佛 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 下面提醒我们 这个法门 在佛法里面称为 异形道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 这个道很容易 那你就错了 这个异形道 是对八万四千法门 来讲的 八万四千法门 来比呢 那这个法门 是异形道 那其他的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个法门呢 我们称得做难形道 为什么 他要断烦恼 断烦恼 来给我们讲 那是真难 你烦恼 吸气 断不了 你就不能往生 那我们这个法门呢 烦恼吸气 断不了 也能往生 所以比较起来了 那这个就容易多了 所以称之为 异形道 你要至少要居足 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要居足 十善业道 居足十善业道 肯定居足 弟子贵 十善业道 包括了弟子贵 十善业道 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 处世待人皆无 就是弟子贵 所以它是一 不是二 这一点 我们要很清楚 很明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